你敢相信吗?只需往这个容器里面倒入一些倒壳及木材等燃烧物 再倒上一些热水 通过管道的传输便能使旁边的炉灶产生免费的天然气 此款炉灶使用起来既经济又环保 接下来我就把此款炉灶的详细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欢迎点赞收藏保存起来 首先在户外选择一处可以安装的位置后 找来砖块及水泥沙浆开始铺设 先是把砖块摆成一个正方形形状 然后开始往里面灌入水泥沙浆 接着往砖块的外围码上第二层砖块 注意码到最后需要流出来一个缺口 放置通气的管道 码完之后往中间的空格处倒入一点水泥沙浆 接着找来一根I-O型的水管 把它架设在刚才流出来的缺口处 然后找来一个废弃的油漆桶 这个油漆桶需要提前在桶的底部及旁边 各自开好几个孔 然后把水管的一头 对着桶底部已经开好的孔给套进去 就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